第十字幕 李宗盛 你们不要看听过去以来 我们听的十线 听到很基本的一些佛法 那也是成就我们他日 得以解脱正道成佛的功德基础 板道上有一句句语 你们让我听的是什么 这个计语 手口涉意身莫犯 如是行者得道世 这句计语是佛陀说的 他跟谁说呢 话说有一个年纪很大才出家的比丘 他出家之后 佛陀就派不同的老师给他上堂 让他了解佛法 当然派到那些老师也是罗汉那位大比丘们 教议一位刚刚出家的 换了一个老师 又换另一个老师 又换另一个老师 如是这样三年过去了 这个人因为年纪大才出家 再加上知识文化水平不高 所以他根本没办法明白经书里说什么 也没办法理解佛法是什么 更不要叫他背 所有教他的解语 他完全搞不清 三年过去了 也是因此 成中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人 都知道 依鬼比丘 什么都不懂 连一些很基本的佛法里的解语 很多在家人都知道 他也不懂 三年来 什么解语一手都记不好 所以 人们就对他生起一个傲慢的心 看不起他 佛陀知道了之后 有一天 就叫位比丘过来 亲自教他一手解语 就是现在 白板上写着那句解语 是什么 手口涉意 身莫泛 如是行者得道世 这句解语 在当时来说 是很普遍 普遍到一个小孩都懂得读 也很多人懂得背 佛陀教他一手这么简单的解语 就跟他说 因为你年纪大才出家 以前读书又不多 认字又认得不多 难免如果现在 要你记一些比较深的 记不了 虽然这首解语是普遍的 很多在家人 小朋友 懂得字的 都懂得读的 但是 在你来说 你要明白 不在于 这个经文的疑理有多深 不在于他的字有多深 最重要是 你要明白他的意思是怎样 你看字面的意思 因为太浅了 大家都懂的 什么意思 手口 就好像 现在世界杯 大家都看着龙门 怎样去守住 不要让对方 踢了那个波进来 我们的龙门 一样 你就守住口 守到好像龙门 有这么密 不要胡说 我们十善里面 有四个 是关于口业 哪四种 我们不要做 记不记得 不以语 不妄语 不两舌 不恶口 四种 以语的意思是 花言巧语 恶口就是 骂人 妄语就是 一切不真实的语言 两舌就是 把是非搬来搬去 这四个 你不去做的 就为之 守住口的善业 你去说的话 犯了的话 就为之 行够口的 这方面的恶业 所以佛陀第一 就说了 守口 涉意 涉着自己的意 常常 在一个正念里面 在基础的人来说 就是说 不要行十恶 不要犯这十恶 守口 涉意 身莫犯 于是这样的话 这个叫做修行的人 那一生 他可以度到自己 不单止度到自己 亦可以去接引到其他人 这个 这个《解语》的字面 实际上是太容易了 很多人都知道 佛陀教了这位比丘之后 就跟他说 你就跟着这个《解语》里面的义理 就这样去修行 就可以了 哦 比丘就听他的说话了 过了一段日子 就有人来跟佛陀的报告了 他说 老师啊 明天就应该去派 比丘去比丘尼的僧团里面 上堂了 比丘尼就是女的出街人 比丘就是男的出街人 那些人就去请示佛陀了 应该派哪位过去 跟那些比丘尼上堂啊 佛陀就说 派班特比丘过去 就派一位 手口涉意身莫范的一位 那对方就说 行了 就跟比丘尼说 明天哪位比丘尼来 会和你们上堂 当时 比丘尼 就生起个傲慢的心 他们就说 蛤? 他来? 他只懂一首计语 他什么都不懂 他懂一首计语 我未出街的时候 都知道了 已经 他来? 教我们什么呀? 他们三三两两 走在一起就说 蛤? 凭他都可以说来教我们 不是啦 我们要他难堪 要他下不了台 所以他们就夹着 明天如何整理这位比丘 第二天 果然 比丘到了比丘尼的争传里 他们就要跟比丘顶礼 虽然他们是顶礼 身体是伴下去 但是他们互相看着大家 在掩着嘴子笑着 意思是 打光眼色 互相就说 待会你先发烂 接着我就会拼他 接着你就会哭他 大家就已经打光眼色 后面那班就想着 跳起手 看好戏 身体的行为 他们没错 他们在行这个礼数 这个顶礼 但是 他的心是傲慢的 心怀不轨 待会要这位比丘难看 走过礼之后 比丘上座 开始要讲经说法 这位比丘 一开始 他就很谦卑地 和大家说话 真的很惭愧 今天老师 派我来和你们上堂 其实我什么都不懂 我只懂一首计语 那首计语就是 他想说的 又叫做 手口涉 二身莫凡 他要说 下面那班 就已经捉到了 本来约好 第一个弄鬼 他那个 就要抢住 在前面说 说不出声 第二个 不知道第一个 为什么没有出声 第二个 想着 就要哭他 台上那个 不知道你们下面 搞什么 台上那个 就继续说 手口涉 而身莫凡 下面那个 因为第一个 没有出声 第二个 就要哭他 又不能出声 第三个 就想着 约好 一个就抢答他 另一个就哭他 你们两个忘记了 没有 让我立刻举手 问他问题 要他难堪才行 手又举不了 三个与此同时 立刻知道 大件事 为什么大件事 台上那位 这些人是正了 浪汗 龙天护法 每个人都来了 你们下面 搞古搞怪 当然搞不了 怎样 我现在在台上 说 你们在下面 开手机的手机 聊天的聊天 大字形在打喊怜 睡了 打鼻寒 什么都有 这个正果和不正果的分别 你知道吗 三位比丘来 立刻知道 哎呀 不得了 眼前一位 好像普普通通的一位 比丘 已经正了果 心生惭悔 由心到立刻生起 惭悔的心 台上那位 没有事 虽然这首 这么浅淡的解语 但是台上那位 比丘 因为他正了果 他解说的角度 他的延迟 他的层面 有他自己那一番的境界 台下的人 亦都很恭敬地听 因而很多人都证到果 比丘尼这个团 大家知道了 不可以少看这位 年纪大 前出家的庇佑 大家对他 从此生起了 恭敬的心 不敢对他傲慢 但是这件事 只不过是发生在 比丘尼这个争团里面 但是 其他人不知道 而是今又过了一段日子 今次发生了什么事 哦 皇帝请吃饭 请谁吃饭 请佛陀吃饭 佛陀不会自己一个去的 看看随从 谁一起去应供 皇帝要供养佛陀 乃至出家人去吃饭 佛陀便说 好吧 那谁和我一起去 叫了一群大弟子一起去 因为以前佛陀定下来的制度 就是 你去到哪里也好 如果是吃饭 各人自己带上个瓣 去盛在别人 布施给你 供养给你的食物 佛陀的瓣 他就交给谁 他就交给一位班特比丘 他说 你帮我拿着 稍后入到皇宫开饭 你就交给我 好了 哦 老师说 学生还没听 因为他出家的戒纳很短 戒纳意思就是 以他出家的年支来说 前面那些全部是大比丘 那当然是他排最后 前面那些走最前 浩浩荡荡的一起去到皇宫 远远皇宫城门的侍卫 已经见到佛陀 整班弟子一齐走过来 看到他的心就很喜欢 很高兴 马上顶礼 跪在顶礼 一个个一个个 进去城门 侍卫刚刚走到最后 他抬头望一望 就是这个老比丘 他立刻跳起来 大自然站着 夹着城门 他说 你干什么事来 你不知道吗 今天是国王供养佛陀 和所有的有修有正的大德 他说 你都跟着来 你凭什么 听说你只懂得一手解语 那手解语 我做这个叫侍卫的 都懂得背 你也是身近 不久之前 才佛陀教你的 你什么都不懂 你又来应公 你不好 你何德何能 你站在门口 和我一起 等佛陀吃饭 你和他回归 算了吧 他说 哦 别人说 他说 好吧 他又站在那里 如果是在座的你们 你一定会说 什么 什么 佛陀叫我来 现在干什么 我有 invitation card 干什么 对不对 你们便会这样 他就不是 他说 别人说 便站在那里 他又没有出声 那你要知道 皇宫的城门 和你进到宫殿 再去到皇帝请吃饭的厅堂 都不知道多少个大球场 已经去到 距离很远的 很不容易 佛陀坐下了 所有的大弟子都坐下了 寒圈一轮之后 皇帝和佛陀请益一轮之后 开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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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个都把缝拿出来 哎 佛陀 你那个缝呢 佛陀就说 我的缝在班特比优 那里 班特比优去哪里 我去哪里 我去哪里 个个就找这个比优 佛陀是什么人 他一早就知道了 他就说 哦 他还在城门外面 为什么 为什么在城门外面 因为城门外面 那位侍卫 不让他进来 国王一听到 就说 哎 这么没礼貌 怎么搞错 哪个快点出去 叫侍卫放人进来 怎么可以这么没礼貌 这个叫哪个的 都要走出去 到底没有walkie talkie 没有手机 现在就立刻打个分机 说 做什么事 没有的 你又不知道要走多少个大球场 够个距离 出回城门 叫人放人进来 但是侍华又说 开饭了 佛陀就说 不要紧了 我叫他拿个拨给我 怎么叫 打 打 无线的打 那个无线的咪 在哪里 或者无线的电话 在哪里 心念 佛陀的念一动 在城门外面 这位比丘 他知道 但是他知道 但是佛陀又叫他拿个拨进去 好像很困难 只要走出去 叫人放人 那个又没走出去 这位比丘 他证到罗汉的果位 用他的神通 把手拿着拨 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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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 不知经过多少大球场 就去到饭厅 沿途的有很多不同的宫殿 大家都知道 有手托在半凳空中 咪咪咪咪咪咪咪 大家就问 甚麽事 为什么会这样 纷纷追出来看 这只手在半凳 去到佛陀面前 停下去 佛陀又很纏定 将半凳拿进去 放到自己的前面 这只手又回到原位 国王看到这一刻就了不起了 说哪位弟子这么厉害啊 果然是正道神通的人 佛陀就说 不过就是班达比丘 这位比丘听闻他身性愚敦 解语都记不住 怎么可以说 已经正道神通 佛陀在这个时候就知道 要接伏这帮傲慢的人 那个心是时间了 所以佛陀就跟他们说 他说 虽诵千章 具意不正 不如一要 民可灭我 虽然你读到千章这么多的经义 但是 每一句经义里面的内容 你什么都不知道 不如你懂得一个冲要 不如你懂得一个冲要 就拿着这个冲要 你听到了 都可以灭到你的恶了 虽诵千言 不意何益 不如一意 民行可道 虽然你读这么多经书 但是 里面一个义里 你都不明白 不如你抓住一个义里 而在日常生活当中 你这个言行 就跟着这个义里去行 就可以了 简单说 你不要说 手口涉意身莫范 这么简单的一句 但原来这个简单的说话 你认真地跟着它行 正果就是这个简单的说话 经文义里 不再深浅 再是什么 在你的心 消不消化得到 有没有办法明白 有没有办法 用在日常生活上 是这么简单的 不是说去到一定说 有多少大道理 有多少深奥 才叫做是佛法 不是的 在佛典里面 这个故事非常精彩 原因第一 佛陀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导入这位年纪很大 才出家的人 因为他的记忆不好 没有记性 这个是可以反映到 今天我们很多周遭的人 我没办法背到阿弥陀经 没办法背地藏经 没办法背灵严咒 什么什么什么 没办法背 背不到就背不到 某些人背到 只可以说 他的记忆很好 自己背不到 不需要给自己压力 最重要就是 你如何活在佛法 佛法的法 那个义里的里面 这个是精神所在 压要的地方 就不是说 你背到整罗经也好 但是你的言行全部 不是那一回事 那就变了心爱求道 那就变了外道 虽诵千章 巨义不正 你读诵这么多 千章经文也好 但是每一句的说话 或者一个义里 你都解不明白 你都歪曲了 你都不明白 不如一要 民可灭恶 不如你能够 当中你捉住一个 却要的义里 你听得明白 就可以灭恶 将我们这些 恶责 或者叫恶的事情 自己懂得 不要做 虽诵千言 不意何益 不如一二 民行可道 就算常常叫你读诵 千句经文也好 但是你不明白 它的义里的话 读诵就好像 道陆音机 放一些声音出来 不如一二 但是如果你能够 知道当中 一句义里也好 你自己已经可以 道到自己了 虽多诵经 不解何益 解一法句 行可得道 唉 真是好 虽然你还有很多经典 但是 不解何益 你不知道 做什么事 解一法句 行可得道 你只要能明白到一样 你已经得道了 所以 我们不要看轻 我们一直以来说的 十善 什么叫十善 什么叫十善 什么叫十恶 很多人说 我懂 你懂 我懂 我懂 你懂 行不行得道 你不要说 就说到天下无敌 真是做的时候 不知所谓 这不是真正的佛法 这些叫心爱求道 在我们自心以外的地方 搞虚荣 搞炎耀 这些不是真正的佛弟子 也不是真正的佛陀 要说法 以法理 法要 或者法意 所在的 所在 不是这些 你懂得背 懂得抄写 不是 是要用在生活上 很简单的一个经典里的典故 希望你们用心记住 不要这么容易 对人生起傲慢的心 更加不要对经文的义理 想着自己懂 别人不懂 而生起傲慢的心 就譬如有些人说 我听过多少多少大德 讲什么什么的经文 别人怎么说也好 都是别人的事 你自己心性上 有没有去消化得到 用在生活上 那完全是两样东西 别人说的是别人自己 那自己这方面 是否等于你听了 就是自己晓 自己有体会 自己有修行 真的有真修实证 不是的 是两样东西 大家不要迷一谈 好 今天我们先说到此为止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